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诚 卢为诚 欢迎收看通灵博的64页 今天通灵博的64页到底要讲什么呢 我们先卖个关子 先来介绍我们的最佳男女主角 首先介绍的是 矿工儿子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 新法居士蔡和诚蔡老师 蔡老师好 主持人好 东东好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是的 接下来介绍的是 矿工儿子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 张东秀 东东 瑞臣好 大家好 蔡老师您好 是的 老师我们经常 其实最近这一二十年来 慢慢的逐渐我们可能 因为电视的资讯很发达 电视台新闻台也很多 那或是报纸也是媒体的竞争 非常激烈白热化 那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社会新闻 社会事件消息 然后这当中呢有很多步伐是 可能今天有人想不开了轻生了 然后明天呢又怎么样呢 夫妻吵架又轻生了 然后又甚至于小朋友 然后因为客业压力大了 然后又轻生了 然后听到的不止国内哦 像日本韩国也是陆陆续续 而且那个整个的 这个想不开的比率 还有带了全家一起轻生了 对对越来越高了 这样是不负责任 这样是不负责任还是这样很负责任 那应该是不负责任吧 你要走 你自己走 对 人家小孩子最起码可以送到养老院 医幼院去都在活下去 结果社会局都可以想办法 这个重逢协助 你怎么把小孩的命也带走 我给你那个夫妻下地有 那叫我万劫不负 那为什么这个现象是越来越多 是因为现在是资讯发达 所以大家比较知道 哪里有发生什么这些事情 还是说以前其实以往 就有那么多的状况了 是大家因为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了吗 物价上扬了 通货膨胀了 然后薪水没有增加 然后反而开销又增加了 也有可能吧 因为末法时期 大家不相信因果 来清算的 不珍惜 真的你看现在不管你再怎么苦 跟古代那种生活比起来 人家古代生活苦到 节育缩时都可以过律子 现在只要一点苦就承受不了 一点挫折就已经 叫天天不灵 天下大乱一样 其实这个是现代人 因为没有经过这种所谓 磨练 或是经过这种考验 所以动辄就放弃清身等等 动辄就自杀甚至杀人 这种情况 层出不穷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现在人命不当命用 命不当命用 也不会珍惜 所以有时候怎么死的 你会觉得很奇怪 一个人可以从楼上跳下去 这么有钱 那你想想看 你最少留下十亿二十亿 这么有钱你缺什么 你什么都不缺 从香港大楼上 咚下去了 是啦 这么有名的人 这么有钱 不错 那个同性恋人好高兴 这些财产都留给他 不错啊 代表说 后终于事后你这么多年有一个代价 才是错啦 你才几岁 有值得你这样子从楼上跳下去吗 有这么大伤害吗 不然 现在人就是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想不开 对 你看喔 年轻人小孩子为了功课啦 等等也可以这样子 对啊 想不开 自杀了 没错 你会觉得不可思议 啊 层出不穷 然后以前会自杀 都是有原因的 那原因还可以谅解 譬如说我们接下来会讲这个小女孩子 那 我记得我每次只要经过那个地方 我就觉得怪怪的 那一个地方很阴森 那很阴森呢 不以为意 每次反正一定要经过那个地方 推台车完要回家 一定要经过的路 那有一次刚刚经过的时候 听到哭泣声音 我觉得奇怪 为什么有人在哭 然后而且声音很低沉 越来越没有声音啦 那后来讲算了 这个 这个恐怕也回家 因为这么晚了 已经两点了 第二天晚上要经过 就那毛骨悚然 怪怪的 没有声音的 但是呢 我想去看了究竟 我就一直走走 爬上山坡去 结果到了半山腰的时候看到 脱胎起来看到 树中上面一个人在顶筒海 顶筒海 我看到顶筒海那个 所在的一照 是一个女孩子 我穿了长裤啊 衣服破破 然后我在脸上一照 诶 啊就是那个二十多岁 那个小女孩子 是 因为这个小女孩子 我觉得她家里 凡净说苦嘛 其实也不是苦 但是呢 她认识一个男孩子 这个男孩子对她很不好 是 市长会打她 是欺负她 然后把她的钱拜光光 啊这女孩子 其实长相 不错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 牙齿 像您之前这样讲 恶像 都这样的 异象 彪彪的 彪彪的 啊我曾经跟她讲过好多次 我说 臭老皮云末 我跟妳同样 你看臭老皮云末 上吊出刷 妳喔不要这样子 把嘴巴合起来 然后她就 不以为难 因为她说合不起来 因为她是 兔唇也不像兔子 因为只是舌头 这嘴子少一块肉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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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我看到以后 诶是这个女孩子喔 那时候已经凌晨了 那没办法 我想说我很累了 我先回家 因为那时候心里很难过 你看到那个 然后你就觉得累了 先回家 你没有先去报警啊 我第二天才去报警 因为我想这时候 你赶快按铃去 直接在警察局 那时候睡觉了 江夏警察局 哪有跟你索业的 那第二天再去 我还是死了嘛 死了 这都掉一个晚上 也没关系啊 然后后来警察 把他去找人家 把他放下来 找他家属来 然后已经死掉了 死掉以后呢 过了一个礼拜 我又听到哭声 同一个地方啊 不是已经处理掉了吗 处理掉了 对 结果我就走上去 他蹲在那里一直哭 嗯 蔡大哥 你给我帮我一个忙 我说 我是你小弟弟 我年纪比你小 什么事情 大姐姐 要做什么 他说他很苦 你可不可以跟我爸妈妈讲 叫我爸爸妈妈 这个 帮我葬在哪里 不要放葬在乱葬岗里面 我说葬在哪里 葬我家旁边那个 这个房子旁边可不可以 我说你爸不是帮你埋葬的 他说帮我葬在公墓 他会很苦 他没办法过着这个日子下去 因为在映草里面很苦 后来我就跑到家里去跟他爸妈讲 他说已经埋葬了 那早期都土葬了 没有火葬 都是土葬 他爸妈妈 半信半疑 我说真的 女儿要不要我带你去 看可不可以再看到他 然后后来他爸爸 就不太愿意做这种事情 他说 认为这要花再花钱 因为要以坟墓要挖起来 棺材还要抬过来再挖个洞 然后再找个地方 他不肯 那我就想说 这样好了 希望你能够显灵 女儿能够显灵 然后给你看知道为什么 然后结果我 过了这个两天三天 我又经过那个地方 然后特别上去等他 他又出现在那个胀掉的地方 我说你可不可以托梦 或是视线给你爸看 你爸爸不肯愿意帮你移木 因为要花钱 要请人家要花很多钱 他说好 结果他就在他家里 让他家里挂鼓吹高楼 吹吹吹吹半天 结果那一天晚上 大概凌晨一点多 他爸爸起来看 狗为什么闹得这么厉害 结果他真的看他门口 看他女儿在门口 然后他叫他女儿 他女儿就没有理他 然后后来他爸主动来到我家里找我 跟我讲说 真的我女儿跑到回来家里 而且还很难过的样子 对啊你女儿就是拜托你 把一个坟墓有什么这么困难的 花一点钱而已 后来爸妈就花钱 请人家把棺材抬过去 然后我就挖个东西在家里 有一天我推台车推到车站 那时候凌晨三点多了 我这家走的时候 车站里面坐一个人 一个小女孩子 我一看 这牙子在那边 我帮你解决了 有什么事情要找我 蔡先生谢谢你 我很感恩你 谢谢你我今天特别来跟你谢谢 一投台起来灯一照就走了 就谢谢你都走掉了 你都觉得走掉了 我看到这一幕的过程 我解决了说是人 二十几岁这样自杀死了 真的 人才活了二十几岁 那后面还有可能二十年 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 对啊如果不得已就好了 他为什么这么轻生 不是因为注定 这个牙齿就这样子 所以我跟你讲我看过N个人 当然电机器前面好朋友 如果家里或是亲属 或你本人是这样子 就要把这个合红合起来 如果合不起来 我建议用针把它缝三分之一 不是用针 不是啦可以去动手术 现在可以做齿二才便宜 齿二矫正 什么都可以 用针比较便宜 自己缝一 看来像那没办法的 对啊 这叫天生意象 因为这个叫什么 天生意象 不是上吊 就是自杀 走掉 真的 老师讲这个让我想到了 在我 好像高中时期 那个时候 我有一个印象 就是我同学的弟弟 然后有一个女孩子 非常喜欢他 然后也跟他在一起了 一段时间 没有短短大概两三个月时间 结果呢 后来我同学的弟弟呢 不喜欢这个女生 可是这个女生呢 就想不开 后来在淡水 就跳海 然后就这样走了 然后后来在竹尾桃园 遗体呢 在竹尾桃园 被找到了 然后当时我当时不记得 他长得是不是齿二有这样啊 那我就觉得说 怎么那么年轻 那才十几岁耶 高中可能才十七岁吧 是 十六七岁耶 注定 然后我那个同学的弟弟 好像也可能是太年轻了 也若无其事 好像就觉得 他一直要这样我也没法 那样 然后后来 但是后来就结婚了啦 他又另外再结婚了 那我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 因为已经太久 都没联络了 就让我都想到 那个印象就很深刻 因为十几岁的生命 对啊 而且只是为了一个感情 而且那女孩子长得还挺漂亮的 这也是说 注定注定 杨寿 他这个时候就一个大限关卡 不管是几岁 十几岁啊 十四岁十五岁也好 其实这个关卡很难过关 很难过关 你看有的人可以生病走掉 有的人可以意外走掉 有的人自杀走掉 那你这个不是关卡 十几岁理论上 应该活得好好的 多出年纪啊 而且身体正是强壮的时候嘛 他长得漂亮 健康又漂亮 那你说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 而且他为什么运气这么不好 混到这个这样的烂男人 烂孩子 如果混到一个 这个友情比较深厚的人 对他好一点的人 在今天就不会选这条路了 对 这是他的命嘛 说到今天 可能前世欠这个男的 那今生呢 就是以命相洗啊 然后最后选择这种不归路 所以其实这个世界上 各种一样的死亡都有 但是自杀这条路 真的是要不得 为什么 人够出身为人 真的不容易 不知道多少事修来的 一只蚂蚁 果且要偷生 更换一条 一个人的生命 那为什么你不但不活着 还选择死路一条 所以我们在这边 真的要跟所有的好朋友提醒 其实这个人生真的是修了五百事 我们就宁愿相信人家讲的 我们确实就是修了五百事 那这个自杀也确实会欺视 一直重复这个自杀的命运 是真的非常非常苦 所以这件事情是不能做的 奉献有言的人 如果想自杀的话 记得打个给我们 很多内臣 打给你 我打给我可以啊 我基本上我很会劝人 而且我觉得 要正面思考 有一个 你跟他讲几句话 然后也许他就这样打笑念头 没问题 蔡老师教父我这个任务 我就一定要去执行 生命线 其实就是希望说有一些 想要自杀或什么样的 犯了什么困难 因为台湾有生命线这种 对对对 其实就是那个当下 当下如果有人开导他 然后跟他沟通说明以后 他可能跟念头去转念了 对对对 proyect 然后变成正能量 对证像的 对像谁看得出来 我阿诚 其实这辈子遭遇多少的困难 有多少的痛苦的地方 都没评 你们都看不出来 我没有写出来 我还是看起来那么的乐观 那么的 那么的志� 那么的有自信 对 那么的勇往直前 是啊 其實你知道嗎 我遭遇的苦啊 真的是三公升的眼淚都流不完 真的啦 我不騙你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正能量 正能量還有意志力 吃的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 今年的謀考 考驗 再怎麼挫折 怎麼傷害 都打不敗 這種意志力或是這種定力 真的不容易 因為現在人都很脆弱 阿誠說他有三公升的眼淚 我應該也被六公升的眼淚 我們加起來十公升好了 但是真的很多事情就是要轉念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那個才叫人生啦 那人生全部都平平順順 那或許他真的是累生累世修的福報 是不是 你看同樣是藝人 人是不得已 到最後呢 這個生病走掉 可是生病走掉 活到八十九歲也夠本啦 有人不是耶 是活生甚至這樣去自殺 日理節很奇怪 剛剛不是講過嗎 你像活生自殺的人 就這樣走啦 還有人呢 這個想要安樂死了 活著都好 為什麼一定要去安樂死了 對不對 也想不開嘛 因為他說他有三四種的病痛所苦啦 那所苦到現在也死不了 但是他覺得說這個太痛苦了 就是被病苦 病痛折磨 如果今天把這個病痛你轉念 真的要轉念 家屬推了輪椅 去醫院當一定志工 然後跟著病人這樣走走到醫院 去當一下志工 幫人家服務一下 跟人家規勸一下 或是哎呀 你看我生病比你還嚴重 我三四種病 你看我現在還可以走到醫院來當志工 哎 這個病人因為跟他去接觸以後搞不好 哦 對 你看看 你比我年紀大 你看 你竟然還可以 這麼嚴重 還可以走出來 來當志工 OK 老天爺就給你活下來啦 可以多活一年 兩年 三年都不一定啦 嗯 那這個想要安樂死 到現在沒死啊 不想安樂死的走啦 對 其實很多事情喔 其實是戀頭 你的戀頭一直負面了 你為什麼不能夠把戀頭 多活一天就撿到了 當你多活一天去做善事 對不對 去當志工 去欠人 去以身視線給人家看說 你看我現在這麼嚴重 你看我現在都沒想死 我多活一天啦 你呢 要撐下去 你喔 現在沒有比我嚴重 我病情比你還惡化嚴重 那你一定要活下去 搞不好那個病人就被你勸了 欸 他有一股勇氣 就不會再有恐懼啦 那你不做一件善事 對不對 可是要這樣做很難 為什麼 平時不燒香 臨時他要去幹這種事情 他幹不了 為什麼 臉搭不下來啦 很難看啦 還有話講不出來啦 還有不想做 最重要 最中間的人不想做 對不對 這是人嘛 其實活了一天 都可以做很有意義的事情 每一天都撿到了 對不對 多活一天就撿到了 你用這個心態 然後這一天做什麼 坐以待斃 哎呀 好苦喔 哎呀 好快死了 哎呀 好痛喔 這樣挨二十小時 那你把這二十小時去 去醫院 找個醫院 去當一日志工 我跟你講 因為你在當志工 跟人家互動過 整整 忘了痛 忘了時間過 這天過了很有意義啊 忙忙碌碌一天 過了一天 你在家挨好挨一天 在家裡等死 嗯 沒錯 對 即使心轉 念轉 然後整個就會變正向的 真的喔 這個阿成自己 也遭遇這樣的一個感覺 當我一直在想 我怎麼衰 我都不遇到好人 我都遇人不俗 我都不遇到好老闆 我都不遇到什麼 就越想就越糟糕 因為你會覺得 你那個氣場 就這樣自然而然 就往負面的方向 那我現在呢 我勇敢的堅強面對 其實說真的 我就講 我沒有對各位朋友說 我其實過得很苦的時候 大家看得出來我過得很苦嗎 看不出來啊 如果我跟人家講過得很苦 我一根 扣過一根 我到了銀行 我要去借錢 人家也不想 你這個人可能沒什麼錢 會救你 救你這麼動 如果我每天我穿的 當然不見得要穿的很好的衣服 像我這一件沒幾百塊嘛 這個也是沒幾百塊的領帶 加起來但是整整齊齊的 看起來很深 就精神 是很有精神 很有自信的 然後人家去 人家說 嗯 阿誠 你這個 信誕 建理 不要扛平 好野人 你可能會參加 其實我沒有參加 我老有參加 我沒有參加 對 我們走還要參加 對 那是你的 對 所以說 當然這是說生學 意思是說 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夠 正面思考 就會產生正面能量的 好時間到了 要跟朋友們說再見囉 同齡博的64夜 下次見 掰掰